華爾街日報有報導說美國特補部隊好像駐台 那為什麼這樣的一個意義到底是什麼樣? 是他們懷疑我們這個戰術能力嗎?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台海是真的蠻危險的 所以他會來嗎? 那他們派了二十幾個人 特種部隊跟海軍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說訓練我們的海軍 那特種部隊可能訓練我們的特種部隊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反正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老美也許有一些新的戰術戰略的想法 那能夠交流也不見得有什麼不好 就像我們在大陸的時候 我父親就是去拿講他們部隊就有很多美元 美國人裝備他們部隊同時美國人派人來 假如說聯長是中國人 比如中央軍校畢業的 副聯長就是西點軍校畢業的美國人 美國軍官 後來蔣介石到台灣 後來蔣介石跟美國人處不好 跟死底位什麼都處不好 道路也丟了 到台灣蔣介石找日本人來做軍事顧問 所以那個時候的確有日本人到台灣 來幫助蔣介石訓練部隊 那現在在找美國人 另外就是我們因為買很多武器都是美國的 所以你原廠派人來其實也不稀奇 給你一些技術指導 技術訓練 我覺得也還好 問題不是這些啦 他現在派二十幾個人能夠幫助你多少呢 他真有本事喔 真的幫你就派兩萬部隊住在台灣嘛 三萬住在日本 三萬住在南韓 二十幾個人到台灣來 對台灣能夠有多大的幫助 那另外就是最終還是靠自己啦 我從來認為這只有靠自己了 你自己 你必須要有這個防衛的力量嘛 這就牽涉到你的設備 牽涉到你的人員 牽涉到你的士氣 阿富汗 老美是過去二十年花了將近兩兆美元 最多時候也是十幾萬軍人在那個地方 而且老美最後不是講嗎 說沒問題的 我們把他部隊訓練得很好了 他部隊的武器也很裝備很精良了 三個月阿富汗就丟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懷疑說 老美到底怎麼訓練的 就是第一個 到底你訓練的成效如何 第二個 被訓練的人 他的素質怎樣 被訓練的人能不能完全接受你的訓練 是不是真的能夠改善 這個不知道 換句話說 師父領進門 修憲人家個人 老美也許拍的人是好的 也許不好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重點還在我們自己 你自己的兵役制度 你自己的士氣 你的成員的素質 都是很重要的 那只是說過去這一年 就是以前沒有 但是過去這一年就比較會聽到有一些消息 一下這個海軍隊戰隊來 一下這個駐臺等等的 這樣是代表什麼樣嗎 有人在講說 是不是我們這個兩岸關係真的很緊張 他們才要這樣子 當然我想是兩岸關係是比較緊張 老美認為說 老共有可能犯台嘛 因為共軍有可能犯台 所以他就叫你購買武器啊 提高國防預算啊 增加後備部隊啊 老美很擔心說你 因為老美現在沒有想要派兵來幫你嘛 老美希望說你自己 防衛你自己 所以你自己防衛你自己 說你買我的武器 到時候呢 你的人去打仗 最後你戰場在哪裡 戰場在我們這裡 其實台灣最要防的就是 不要打仗 最要追求的是和平 那個時候蔣介石在大陸跟日本人 都要講到說 這個和平未到最後關頭 絕不放棄和平 犧牲未到最後關頭 絕不輕言犧牲 對不對 那以現在來看 當然這個蔡英文也好 這個政府領導人 要阻止兩岸發生戰爭嘛 而不是好像覺得很高興啊 中美鬥起來了 台灣中間 哇 這個最好你們打起來 等等等等 這想法是非常危險的 你不能一方面說 哦 你要克制 一方面要捅他 一直捅他 那這樣的話呢 也不是派幾個人訓練 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除非你如果真的打算說 我真的不行我就幹一場 那你這個兵役就要改 木兵要改成徵兵 整個訓練都要改 要做好準備才可以 否則你現在又沒準備 然後呢又去捅人家 然後又說你要自治 我覺得 然後不行又靠老美 老美又不見得可以好靠 又不見得真的會派人來 老美不會派人來啦 最多訓練訓練你 這夠嗎 你只要想這樣真的夠嗎 這樣就能夠阻擋了共軍來犯嘛